相隔了五年苹果本周终于 推出第三只Apple Pencil 不过不是大家预期的功能更强 价格更贵的第三代Apple Pencil而是功能精简 价格变便宜的Apple Pencil USB-C 如果你想为iPad添工会图笔的话 面对一二三代Apple Pencil会 让你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吗 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一 二三代Apple Pencil有何不同和该如何选择 Apple Pencil一代和二代的主要 差异在于充电方式和相容装置 第一代Apple Pencil需要拆下笔套后 借上iPad的Lightning充电孔进行充电 而第二代Apple Pencil则内部有磁石可以和iPad吸引 只要将它靠近平板就会自动吸上去开始充电 此外第二代Apple Pencil还新增了一个双击功能 可以自定功能 如果你的iPad机身侧面没有磁力吸附功能 可以选择第一代Apple Pencil 如果你的iPad是USB-C连接布 可以选择第三代Apple Pencil USB-C 只要一出帽盖可看到一个USB-C连接布 是新款Apple Pencil能与所有具备 USB-C连接布的iPad机型搭配使用 如果你预算不限想拥有完整功能的话 当然是选择第二代Apple Pencil 它拥有像素等级的精准度 低延迟感、倾斜度感应、压力感应 磁力吸附配对和充电都无限 支援在iPad Pro上使用Apple Pencil悬浮功能 点两下可转换工具 免额外付费捐客服务等所有功能 台湾Apple Pencil第一代售价NT3290 第二代售价NT4390 第三代USB-C版售价NT2690 如果你在iPad上只需要简单绘图 用不到压力感应点两下可转换工具功能的话 价格实惠的新第三代Apple Pencil USB-C会是不错的选择 您在选择时应考虑您使用的iPad型号和预算 如果您拥有支援第二代Apple Pencil的iPad Pro 那么第二代Apple Pencil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具有更多功能 如果您使用支援USB-C的iPad 2023Apple Pencil USB-C的售价最低 如果您预算有限可以选择这款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